你认识热鹏徒弟谁啊 刘晓婷啊 还有谁 还有那个叫什么 就在嘴边 你不认识什么 上 上小局 4月19日有网友晒出 在坐出租车时 司机跨越门徒弟的一幕 特别是二哥刘晓婷 司机师傅夸二哥 是一个有本事的人 听到司机师傅这么说 坐车的粉丝也是非常的兴奋 刘晓婷那是真是 真是有本事 除此之外 司机师傅还表示 刘晓婷也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 对于相声包袱的追求 真是孜孜不倦 什么样的包袱 都愿意去尝试 让司机师傅非常的佩服 据悉 这次德云三小 是参加斗包袱大会第二季的录制 这也是德云三小 首次在综艺节目中集体露面 虽然之前都有参加过综艺节目 但一起参加综艺节目 还是第一次 自从德云三小专场官宣之后 德云社这三个小辈 也赢得了许多观众的喜欢 专场可以说是场场爆满 特别是在去年的 德云社大风箱的专场上 德云三小登上风箱专场的演出 足以证明三小的实力 看到二哥的破包袱成功出圈 不少网友表示二哥的努力终于被人发现了 二哥的这份努力和勤奋 也终于得到了回报 之前孟赫堂在综艺节目中 就曾表示过非常佩服二哥刘晓婷 每天在后台都在不断地抖他的破包袱 虽然有些不可乐 但还是在不断地尝试 从而找到抖破包袱的技巧 除此之外 秦潇贤也在采访中表示 对于刘晓婷的破包袱是又爱又恨 刘晓婷能受到这么多的观众们喜欢 这跟他在后台的努力密不可分 毕竟二哥的破包袱 不但团灭地德云社一众诗书 还用自己的破包袱 逼封了师傅岳云鹏 虽然是德云社辈分最低的三位相声演员 但他们的实力却一点也不比诗书闷差 这三位都是德云传习社出来的相声演员 相声功底自然不用说 在路透中也有细心网友发现 副总阮云平在给二哥捧跟 这在小字科中除了徒弟高小辈 怕是都没有这个待遇 上舞台的应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多少你得说一点 让在座的两千人了解一下 这哪有两千人呢 看得出来二哥首次跟副总合作 还是有些紧张 不知道二哥有没有用破包袱 把副总给逼疯 结果只能等到播出之后才能知道 如今德云三小也逐渐的展露头角 每一个单拿出来都可以独挡一面 相比于二哥的破包袱风格 师弟上小菊的风格则是更像岳云鹏 那剑蒙的样子跟岳云鹏像是一个模字刻出来的一样 一句我是你的宝贝啊 让师傅岳云鹏笑得合不拢嘴 而且上小菊在去年的师徒父子的专场上 可以说是一站风神 一句现挂让岳云鹏都感到惊讶 一脸一母笑看着自己的徒弟 除此之外 二哥和刘晓婷过年的拜年视频 也得到了许多观众的喜欢 成为了过年期间 大家必看的一个节目 给大家带来了许多的欢乐 高小贝作为鸾云鹏的徒弟 演出风格完全地继承了他的师傅 舞台风格非常的稳健 演出过程中虽然没有太多的出彩 但胜在特别的稳健 除此之外 高小贝的个头也为大家带来了许多新奇的包袱 在专场演出中 每一次上小菊接高小贝的场 都会带着高小贝出来调话筒 还有就是在当初选师傅的时候 岳云鹏一度认为 高小贝是自己的徒弟 说好的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没想到一起学艺的同学 毕业之后就变成了诗书 这可能是德云三小的真实写照 从相声专场到如今的综艺节目 相信德云三小以后的艺术道路会越来越好 让我们一起期待 他们在斗包袱大会的精彩表现吧 而是对金刚才是在冲击的 武婴教了 那是什么事呢 我现在有个男人和云青 没确准 我现在就会来